大家好,恭喜我們的主婦 我們謝謝我們的天賦 也謝謝順利利洋堂的敬拜團 謝謝我們的敬拜團,非常的精采 好吧,我們今天真的是天賴般的聲音 稱讚你節奏主播的人說 你唱歌真的是太好聽了 你唱歌真的是太好聽了 好,你站著玩,其他人說你就可以坐下來 很開心大家能夠來到國立台灣,幸福家庭 請大家慢慢玩你的活動 謝謝,歡迎大家,也歡迎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在我們的當中,謝謝 我是文華 我是文林 很開心又歡迎大家來 是,在這邊有一些事情要來,先報告一下 有些小朋友穿著綠色的上衣,藍色的褲仔褲 沈納波拉黑洋氣熟的小男孩都吃了 那他現在呢,在什麼 褒雄展的大會公佈區 所以現場,如果有其他人共軍的話 就去那邊來找他 非常開心 我非常開心,因為我很開心 看到這個活動 因為是一個活動的今年 我最主要覺得我們是一個好爸爸的運動 沒錯,好爸爸的運動 而且我就是一個好爸爸 沒錯,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文華哥真的是 但是呢,今天呢,我自己說不算說 重要是我們當中真的要來一個非常好的爸爸 因為很多的爸爸都不滿意他們工作 他們覺得好爸爸 最重要是賺錢給他的孩子 可是呢,今天我們來到這個爸爸呢 他在工作在職場上面非常有成就 他是台灣澳美東方廣告集團的董事長 白崇亮先生 他今天來到我們當中 他來告訴我們 怎麼樣子成為一個好爸爸 但是我們活動的代言人 我們有熱烈的掌聲 歡迎白崇亮董事長 我們歡迎白董事長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春天的日子 春天是復活的日子 我們大家在這裡見面的時候 心裡是不是有一種特別的喜樂 特別的平安呢? 今天我們當我們在這裡聚集的時候 在我的背後 這一個廣場的背板上 有幾個非常特別的字 它顯得說 爸爸媽媽我愛您 當我們看到這幾個字的時候 我心裡特別的有感動 後來我知道 原來在家庭的這一個字啊 英文叫做Family Family這個字呢 就是從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和媽媽我愛你 這個字所組成的 所以在家庭裡面 那個爸爸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他就在家庭的那個頭上 他是家庭的那一根支柱 因此今天當我們再一次在這裡聚集 為幸福家庭而易走的時候 今年我們特別有一個感動 就是我們探望在台灣 在每一個家庭裡面 在每一個地方 那個父親的角色 能夠更加的被看見 那個好爸爸的形象更加的被建立起來 我們發現一個家 當那個父親是健全的 這個家常常就是健全 這個父親是帶有信心的 這個家就成為一個有信心的家庭 這個父親是蠻有慈愛的 那個家就會成為一個擁有慈愛的家庭 父親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那個角色太重要 可是今天我們也發現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在很多家庭裡面 父親常常成了一個缺席的角色 父親能夠給孩子的時間非常的有限 一個孩子 渴望從他父親身上去學習 去建立將來他整個人生成長的那個榜樣 可是他從他父親身上能夠完成的學習 也非常的有限 一次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特別特別有一個感動 要出來呼籲 然後盼望我們一個家庭裡面的那個 父親能夠起來 能夠興起起來 我們盼望可以看得到那個家庭的父親 能夠學習成為一個信實 堅定 勇敢 慈愛 溫柔 關懷的父親 我們發現 對每一個男人而言 對每一個男性而言 當這個男性 當他在事業上非常成功 可是他最終的挑戰 卻是要在自己兒女的關係上 成為一個成功的父親的時候 很多人會發現 做一個成功的父親的那個成就感 甚或是大過於一個事業上的成就感 更多人會發現 當他在事業上成功了 可是卻在父親的角色上失敗的時候 那個事業上的成功感 是抵不過那個尊成為失敗父親的那個失敗感 因此我們在這裡呼籲 父親們 回到家裡面去 花時間跟你的孩子們在一起 學習聽女孩子說話 學習接納他 學習在他人生的路上導引他 支持他 學習讓你自己成為他人生的榜樣 也許有很多的父親們 甚或包括我自己在那裡 常常覺得自己不夠好 我不夠做一個完美的父親的形象 但是我們至少每一個人 我們都有一位天父在那裡 是一位天父的形象 天上的父親形象 足以讓我們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父親 我們也在這裡呼籲所有的孩子們 你花時間 回到父親的那裡去 你去尋找你的父親 花時間跟他在那裡去 去認識他 去了解他 去關心他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 需要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我看到許多在企業界工作的時候 許多成功的企業家 可是在兩個成功的企業家的 富裕子當中 卻那樣困難 那樣不容易相處 我也看到 在父親和孩子的關係裡面 居然有那個父親 從年輕的時候 就離開了家 拋棄了孩子 幾十年以後 這個孩子接到老人院的電話說 請問這個人是你的父親嗎 這個孩子要經歷過一個憤怒 抗拒 排斥 但是以後慢慢學習去接納的過程 回到他父親的面前 終於能夠恢復了父子的關係 互相擁抱 那個父親跟孩子的關係 是一個我們家庭、社會、國家 穩定的最重要的基礎 當我們在任何一個地方工作的時候 當我們在社會上 生活在國家裡面 每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就是一個父親的角色 我們需要人們心中有為父的心 有父親的形象 放在我們台灣的社會裡面 好不好 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向我們整個台灣的社會 發出這個呼籲 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我們也會在今後開始陸陸續續的 要對整個台灣的社會 開始來推出 有父親的言喜營 好父親的言喜營 有好爸爸的加油站 甚至有爸爸學校 來讓我們在整個台灣社會裡面 那個父親的形象 父親的角色 能夠更加地被建立起來 好吧我們一同來支持 這樣子一個好爸爸運動 我們希望台灣的好爸爸 更多地站起來 被看見 被祝福 我現在要請現場裡面 所有做父親的人 今天從位置上站起來 我們要特別來為你們祷告 所有在現場裡面 現在你已經是父親的角色了 請你就站起來 我們要特別來為你們祷告 謝謝 謝謝白董市長的分享 我們再次給所有的爸爸們 一個熱情的掌聲 我們真期待 父親的心要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 我們相信成為一個好爸爸 我們是靠自己的努力 更要靠著上帝的能力 要靠上帝的能力 要靠上帝的祝福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台灣幸福家庭聯盟 台北場的副總幹事 伊利達牧師 來為大家來祝福 我們大家一起來領受這個祝福 我像以前 我們下面開了一個小會 發現媽媽跟做妻子的 失格率很高 爸爸還有做教父的 發現都沒有信心 但是我們可以祷告 今天要爸爸丈夫 能夠得到力量 我們一起來祷告 我們多麼希望台灣 是個幸福的台灣 我們多麼希望台灣 是個有活力的台灣 但是幸福的台灣 必須建立在幸福的家庭裡面 我們做爸爸的做丈夫的 寵師覺得自己軟弱好像不夠 所以今天在下午的時候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幫助爸爸的心轉向兒女 幫助家庭的心轉向妻子 讓每一個家庭都是幸福的家庭 我們祝福到神來幫助我們 耶穌來幫助我們 用幸福的家庭 帶進幸福的國家 求你祝福 今天所有在場的 每一位爸爸媽媽 教父和妻子 要造奉仇耶穌 祝福的年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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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祝福師 我們要告訴我們 所有正常的爸爸說 你是一個好爸爸 你是一個好爸爸 你是一個好爸爸